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黑鬼兒 今天呢 要來介紹的是 新店同班美食 新店的代表人物是誰呢 歡迎 SACO 我們是後期 因為那個阿晴媽媽有到那個 小寶工作室幫忙清潔 然後才知道說原來都是新店人 對 而且是從小到大 今天呢 要分別來介紹五六間 有一半是他的 他在吃的 然後有一半是我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互相 新店的東西都很好吃啦 但是小路是台南人 他覺得新店沒什麼好吃 是不是對來講 口味太無聊 對 因為台南菜自己也累 沒有 台南太甜了 台南根本來就不懂 什麼叫做排骨便當 好 那今天第一間呢 是你愛吃的 我啊 是我小時候愛吃 然後我長大以後 我就推薦他愛吃 結果他比你愛吃 對 他現在他比我還愛吃 好 走 第一間是這個 波蘭餅 它也都是那種一顆蛋自己吃的 一顆的 我可以吃奶油跟菜脯 把奶油兩個紅豆 一個菜脯好了 好 謝謝 喔 還有芋頭喔 好 不特別 好新鮮的 這個芋頭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來 開箱 那我要先來吃菜脯 對 對 我喜歡吃這種 比較辛苦 還來 專業的吃吃播 如何如何 有一部分人很愛吃這種 先吃那個邊邊 比較好用 菜脯很香 一點點偏鹹 但可以接受 它裡面有一點點凍狀 因為我剛剛看它奶油 我覺得很新鮮 它奶油非常新鮮 而且它熱量超多 它奶油會很甜嗎 不好 紅豆餅是我們小時候五塊嗎 喔 對 現在應該已經沒有五塊錢對不對 十塊已經很厚了 對 十二塊雞粉 它是在新店建國路跟建安路的 銷叉筒 可以 可以 這樣可以 好 下一間 接下來呢 這家叫做新店饅頭 十五塊一個 喔 它有雜糧 那我想要一顆雜糧 它直接在家裡製作 謝謝 它平均每一個都吃 你應該吃 這是原味 跟 紅糖 它的味道淡淡的 但是很紮實的那種 它好不像喔 你看到的蠻好的長相喔 麵糰然後這樣揉 這樣揉 手工去做的 這是我的雜糧饅頭 喔 它是鬆軟的 你那是雜糧 就蠻特別的 因為它就是一盆一盆 然後很炒 我這就是鬆軟的 老闆特別說他們是 他們偏家 他們很天然 我覺得這自己拿回家讓他們切開來 早上包顆蛋包片 屁 喔 沒錯 這樣就好 一顆就飽了耶 女生半顆就飽了 這個同班給過 快 好 大家見 你們要吃到 吃飯 我要兩個雞排一個薯條 你還記得我 我不敢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看我老婆在那 帶附附近 嗯 真氣的 喔 那時候是因為這樣 對的 有了要 謝謝你喝咖啡 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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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好 因為下雨的關係呢 我們最後先買回來 就如影片你們剛看到的 我去買了我從小高達最愛吃的雞排 太動 這家 好吃雞排 真的是我從國小就開始吃了 很香耶 超香的 它是蜜汁型 可是它也不是塗醬 醃漬過 直接炸 所以它的皮是跟醃漿一起的 啊 看一下看一下 真的很香 它的胡椒粉是屬於黑胡椒粉 不是那種真的很鹹 但是是有香氣的 它的皮就像我說的 它沒有另外裹粉 所以它的皮跟肉質會黏在一些那種 對不起 因為我是在吃喔 沒關係 好吃嗎 很好吃耶 耶 這家就在新店有許旁邊 真的超好吃 而且這塊口齒牛香 雞排我絕對吃過更嫩 更多汁的 但它真的是因為它很香 我覺得很可以耶 別過了 真的別過了 這是第三家好吃雞排 那等一下呢 在另外一邊再跟大家分享 好 ABC蛋餅 其實我們從高中吃到現在 謝謝喔 好 這個莫名其妙的新店同盤美食 一個不小心就變成這樣了 因為我不想說這一家不能講店名的了 不行 真的不行 那真的打了我招牌 最後呢我受不了 我最愛蛋餅 跟它的那個水餃 真的還是要把最愛拍進去 不然就是沒有說服力 我個人是 綠米蛋餅加胡椒 看你們敢不敢吃胡椒 但我自己是這樣推薦給大家 有不敢吃胡椒嗎 有些人覺得太辣 我們來看看阿姨 以前是在南強工商門口 是要搬到這邊 所以南強的人 其實比較不知道 因為以前在過馬路前 就是米歇阿姨 對不對 米歇蛋餅 好吃的 我們以前高中這樣25塊 你自己多做 你自己吃 阿姨的蛋餅就是一定會切這麼大塊 這個這個這個 精華阿姨蜜汁特調對不對 對 而且要蔥了 哇哇哇哇 耶 太動了 好脆喔 脆 很香耶 我這一次吃到這麼薄的蛋餅皮 然後可以煎到這麼酥 這麼好吃的 我的媽啊如果在上學的時候就是 在進教室裡面 所有人全部都會聞到 對 所有人都會說 你不咬喔 我要奶茶 我跟你講 他奶茶看一下 這個要搖一搖 這好棒喔 糟糕這家有齁 有這家有 這家贏了 我們前陣你吃哪一家 好像有贏 好不好不愧是我心中的到十分的 他快要了 哇 我們等一下要去下一間 換他要回來地死我 我覺得這有點難 這家是你從小吃到大 對 小時候連這兩個都沒有 哦 直接有誰家 對 哦 我小時候就出國前 我就住在那一間 然後這家真的很好吃 就是我在認識他之前 我就吃過 哦 不知道有沒有人吃過他的 超太白的果 在底下 有 分享 只有韭菜 只有韭菜口味 各位 你本來是不吃韭菜的人 對但我只吃這一家 他的特調的 甚至比較接近醋 他以前是可以剔調 然後後來他有一個 精準的比例 好那我就來囉 這家是 五點五百顆 有聞到那個醋跟韭菜味 五八顆 五八顆 就吃爆辣的 嗯 哦他韭菜很好吃耶 我愛吃韭菜的人 應該可以來嘗試一下 可以 可以嘗試一下你看 他這個醬 我覺得有把韭菜肉的鮮甜 再拉出來 畢竟是醋嘛 醋本身就是一個很脾味 但是 他絕對是一個 可以完全吃原味的水餃 沒錯 沒問題 好這家五點五十塊的水餃 真的吃得到很香很香的香氣 沒有任何冷凍味 你也不會吃到任何的豬腥味 現瘦到這一間 從十二塊的紅豆餅 一直到五十五塊的水餃 還有五十五塊的雞排 所以這集也是完美的 聽眾第一名耶 我要給小三豐 我也要給他 可是我從小吃到大 我必須給他 麵皮的那個香氣真的很夠 也很好吃耶 心情很好 都吃很好吃的東西 對 很多新店頭買美食 後來在地下留言 那今天就這樣囉 謝謝小狗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黑鬼兒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全台各大住宿 企劃已久的環島旅行 我們會從民宿Villa包斗 住到貝包客 再住到溫泉酒店 就我們的幅度是 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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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